走进阿姨的家 我们现在踩着的地板 是一个很普通的地板 但是明显的是有加高过的 因为你看 门的高度已经是我必须要 跨一下才能够进去的 原本的多高呢 我必须要走到厨房这里 走下去 原本的高度在这里 然后垫高的第一层之后呢 垫了到我小腿一半 房间更夸张 房间必须垫到更加高 这前前后后呢 从最原始的地面 到现在我站的高度 垫了30寸以上 至少75公分 也就是我的大腿以上 这样的高度了 好像starting的时候不习惯 因为我们平的嘛 现在习惯了啊 也是危险 好像你不小心会被垫 垫下去 小孩子咯 还有老人家对不对 可以啦 我们习惯了啊 没有办法啊 你不这样做 你看我们也住得不安全 做了也是这样 你看它水平线 从窗口进的 从窗口 那这边啦 你看就是水平线嘛 它是这样高啦 它那天原是这样高 原本以为房子垫高之后 能够高枕无忧 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 洪水还是能够灌进来 走进隔壁另外一位阿姨的家 设置对更明显感受到 地面垫高的厚度 从头顶距离天花板的横梁不到15公分 进出厕所就像是要穿过山洞一样齐驱 还有这扇铁门关起来的时候 其实你是很难想象的 一间房子呢 一个人的高度竟然可以超过一个门的高度 以我176公分来计算呢 这个门呢 是足足矮了我半截的头 这个房子到底垫多高呢 如果我们从厕所的门来看 就更加明显 因为我必须要这样子跨进去 才能够到冲凉房里面去洗澡 更夸张的是 如果我要上厕所的话 除了需要跨进去之外 整个马桶座呢 还需要再爬60公分以上 才能够在厕所里面上厕所 我现在的高度呢 距离天花板只剩下 不到一把长尺的长度 那阿姨就笑说了 住在这间房子啊 好像是住在小人国一样 非常荒谬啊 所以我们是小人国咯 小人住的 小人住的真的好笑哦 看了得好笑哦 你的家垫到这样高 它水还是进来啊 也是进 你会不会很傻眼啊 会不会很傻眼啊 那个切毒就没有 切毒坏掉两个丢掉了 走在南美园里面 还是可以轻易发现 泡过水的神桌 家具还有垃圾 还是堆在路边 就像这一台泡过水的车 今天难得出了大太阳 所以大哥赶快开出来 晒晒太阳 杀杀菌 就连在车前这一些 三个星期了都还没干的 信件还有信封 今天也要给它照照日光了 大哥大姐说 经过浩劫之后 他们心里最希望的就是 遇水重生了